这是您的温泉泳衣 您男朋友亲自买好 他电话特意让我们给您送来的 周川老师 不不不 他不是我男朋友 酒店温泉就在楼下 您好好休息 祝您愉快 谢谢 嗯 好舒服啊 老师 你怎么也在这 不是啊 温泉是你家开的 我凭什么不能来啊 刚才拿着手机 再给谁发消息呢 男朋友 周川老师 这个好像是私设吧 今天见到姜雨晨这么高兴啊 你牵我 可没有牵她这么用力啊 就差抛头骨扫着血了吧 你该不会是担心 要是我真的牵下了姜老师 会偏向于她了 你放心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我的小宝贝 你干嘛 你干嘛 盯着你三十秒 看见我撒谎 我没有 你脸红什么呀 哪里红啊 是不是想到姜雨晨了 我没有 小姑娘 别不知好点啊 回头到时候被人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 除了我 谁会钱你们一人生的货帮 撒谱 我在当你卖 那太好了 慢走 不走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事 拜拜 下楼吃饭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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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卡蒂 周川老师 谢谢你了 酒店太贵 不好意思让你继续破费 我先走了 您好好度假 这么早就早了呀 也不知道处理班得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啊 就是两天不上班 然后再寄了一封辞职信 这人又不是第一次碰上过了 不奇怪 我觉得处理他不是这样的人 处理呢 还没上班 处理 来了来了 银河 还真敢来啊 我以为这辈子都出现不了了呢 你这边 核桃 还有 记得给我包箱哦 我以为我都吃饭了 还不可以 不错 辛苦了 太累了 好香 啥 Late 江老师 你真的愿意放弃这么多钱 选择圆圆吗 我不是选择了圆圆 我是选择了你 虽然只是签下了连载 不过黎叔的出版又更进一步了